王小菲遭周刊爆料之前與大S離婚後 至今已經積欠超過500萬的贊養費 而王小菲卻在21日開啟地圖炮反擊 把許家人全部都拖下水 對此大S的經紀人也發文反擊 控訴王小菲種種罪狀 他同時王小菲曾經在半夜喝醉後 對大S說過很多讓人無法置信的話 可惜不能公開不然會上頭條 讓人不禁猜想究竟內容有多驚人 不過也有網友質疑 大S離婚後就火速結婚的行為很不負責任 他的經紀人則說 其實他們的婚姻早就讓大S感到窒息 並指出大S在上一段婚姻中宰富宰成 快要溺斃死去 而巨菌夜的出現就像是一根救命的伏木 大S才會緊緊抓住 至於大S和巨菌夜結婚後 經紀人透露現在大S開心多了 所以也導致王小菲不斷被激怒 共產生的儲存 所以也請父親 坐在上一段結束 還有8個字 可以放在下一個字幕 9個字幕 小菲不斷被如果抑易 如果我拍了 付大小菲不斷被